段总经理来了 大家欢迎 他怎么来了 段天龙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 你确定这么做对吗 告诉你件事 其实我也不太会跳舞 管他呢 左右晃晃就好了 来 准备好了吗 来 这个舞 不是这样跳的 应该是这支声 你会跳舞 我会的事情还多着呢 一二三 起脚 既然要跳 那就不能输 以后会离婚了 你会跳舞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他为什么会来 他怎么还会跳舞 清零什么时候会跳舞的 你不是说他什么都不会的吗 我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 还不错 这是我宣布订婚的派对 他却抢了风头 臭名人 他是故意来打场的 没想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都是奶奶教我的 奶奶 薛情 我没有邀请你 请你出去 我 他是我的舞伴 赶他走 也就相当于是赶我走 那就请你也出去 怎么 输不起啊 我输 你 geboub 你肯定是ación 你还怎么 有机会 你什么 带战 你老这些 在前面 受不过 说你带战 你有什么 他说你带战 你带战 然后你去 我带战 你带战 看见了吗 大家都在看清一句 那是因为新鲜感 这个比赛不公平 闭嘴 不用你管 别跟过来 其他人 一人一个愚蠢 不需要爱 我喜欢 不要再恋爱 他比赞金钱 要怎么作息 为什么带清一来 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管好你们家血情 清零的事情 不需要你操心 没想到你回嫁给丁海 这么说 你很介意 才不会 她是个好情人 天朗带来的女孩是谁啊 大家都在问呢 我第一次看见 这么漂亮的女孩 那帮男人又要心风血雨了 有那么漂亮吗 看着挺纯 男人不都喜欢这种初恋型的女孩吗 是天朗的女朋友 得提醒天朗看紧点了 他们很久的女孩 她不是唯一的女孩 我没有变成她 准备她 你不是她 她是谁 她是谁 你不是她 她不是她 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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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被你骗了这么久 表面上一副清高压 骨子里比我还坏 我看错你了 你没资格跟我说这种话 我没资格 我是你前夫谁比我有资格 你那么生气干嘛 你是看见我跟段天朗在一起 你吃醋了吗 我吃醋 这样你未婚妻会伤心的 好好安慰她一下吧 秦吕 你 雪清 雪清 你别误会 你竟然让我在这种人面前丢脸 我现在立刻去宣布 我们的婚事取消了 水清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让你受辱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 不需要 我自己的敌人 我自己对付 花精灵 你不需要 接下来我将主持一个游戏环节 在这个游戏环节里 我需要一位嘉宾 有请 清零小姐 请你上台 就是你 清零小姐 请你上台 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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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非常地简单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回答对了 那么你有奖励 如果回答错了 对不起 你将会受到我的惩罚 准备好了吗 好 第一个问题 刚刚你在卫生间门口 做了什么 我刚才碰到一个老朋友 顺便聊了两句 你那个老朋友我也认识 可是他不是这样说的 你们俩吵架 不要把我扯进去 你们俩吵架 他跟我说 说你勾引他 说你勾引他 你勾引他 薛情 你别太过分了 他这个老朋友 就是我的未婚夫 丁海 你是这样告诉我的吗 是的 是的 你们俩一样 我看你会走三四 段雪芹号称第一名媛 怎么会做出 这么有失身份的事情 听说她好像怀孕了 快不得了 一定是运气综合症 没事吧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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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下来 还给你 杀人凶器 让开 你白天不是还说她很漂亮 你很喜欢吗 让开 为什么不用他去对付丁海 我不想再提刚才那件事 丁海是很可恶 可是我更恨我自己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傻乎乎地站在那儿 被别人欺负 该反击的时候就要出手 我带你去那儿 就是想让你开始新的生活 坚强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你说得倒容易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吗 就是因为你把我带到这儿 所以我才这么狼狈 但天狼 是你给他们机会 让我在重目睽睽之下 连最后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刚才在台上 为什么不说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就没有一天太平过 我讨厌你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讨厌你 我总不能让你光着脚吧 那你穿什么 十二点吗 我终究只是十二点之后的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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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观察着的灰姑娘 可能尊重 你刚刚参加了 这些灰姑娘 她还会变了 咱们 Hicle 你好 把她的灰姑娘 我 今天 我 他要我重新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说跟你弟弟在一起 是为了刺激我 让我嫉妒 他想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他想我回到他身边 结婚的事情先放一段 我要再考虑考虑 有什么结果 我会告诉你 雪晴 我会告诉你 进来 雪晴姐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昨天派对我没能去 你爸还在生天朗的气 不让你跟我们断家有瓜葛呗 估计我爸还得再气一段时间 你昨天没来是你的损失 错过了一出好戏 我看见了 今天网上那个帖子可红了 是你为婚夫干的 你倒是聪明 可惜原地踏步 昨天天朗的舞伴是清零 什么 他们两个公开在一起了 你们天朗去啊 怎么会这样 清零 清零 你今天可是网络红人了 昨天晚上的派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都看见了 我被泼了酒 反正就是被人整了 可是 可是你为什么去参加那个派对啊 那明明是段雪芹 为了把丁海接上 你为什么不能去啊 我是正太的合作商 是段天朗邀请你去的吗 清零 我拜托你认真地回答我 我这��다大了 很厉害 有孩子 不可能 你不想要 不祝福 官的 你能不能押死 你会永远 很激励 你能不能押死 你不能押死 了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奶奶奶奶請問你和秦丁是什麼關係 對她倒追正太集團小開段天郎 並供應段雪晴的未婚夫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她的侯門之路會順利嗎 奶奶你對這件事是怎麼做的 就說你們和正太酒店有合作 是段天郎私下對你們照顧嗎 還是 你們要回答是嗎 對對對 說一下吧奶奶奶 我回答你們 我回答你們 下次再來搗亂 我就施肥了我 進來 我在網上發了個帖子 看看吧 點擊率很高 是關於姓林的 夏兒科 你看了 那你看評論了嗎 他們已經把她排上十大惡女了 說完了嗎 說完了請你出去 是 我這麼做只為了你 只是想讓你出昨天的那口惡氣 她讓你不高興 我就讓她回身難受 我看是為你自己吧 我為什麼 你以為她個天郎 算了 我要工作了 我 真的不能原諒我嗎 雪清 你相信我 我跟清琳真的已經是過去式了 好 我等你 我等你回心轉意 你用任何事情要做 再给我打电话吧 奶奶 你就别生气了 给你 我越想越生气 到底是谁在诬陷你啊 奶奶 你消消气 莉莉 都怪你大嘴巴 想说什么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奶奶现在4G手机用的溜着呢 人家自己看的 都堵到家门口来了 我早就知道了 就是 恶意发帖 是犯法的 我们应该告他们 奶奶 咱们 都是无名小族 我觉得啊 还是 喂 你好 对对对 我是 真的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什么事啊 奶奶 我的初遇通过肢检可以生产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奶奶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是啊 挺顺利的 对 喂 邓总经理啊 我是莉莉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清零的香水通过肢检了 嗯 你要过来吗 嗯 你要过来吗 好呀好呀 我们正打算庆祝呢 拜拜 你给她打电话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奶奶 您不是跟她合作得挺好的吗 当初质检还是段天老送清零去做的呢 这有了结果 我通知她一生也是应该的吗 奶奶 哎 清零现在是单身 她们两个男未娶女未嫁的 我们两个应该撮合她们不是 以后啊 别干那些没用的事 反正我觉得段天老就是比丁还好 九十八十八十八十七十五十七十四十七十七十八十一的 哎呀 奶奶坐吧 奶奶 你也坐 段总经理啊 你也坐呀 今天我的角色是 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这个 这么大的阵仗 什么企图啊 被奶奶识破了 我当然是希望 你们能跟我们的化工厂签约 共同生产 出于香水来 我希望三位能看到我的诚意 就只有这些呀 我倒是觉得 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莉莉 莉莉 你们年轻人呢 在这儿浪漫吧 我不饿死了 奶奶 您不坐会儿了 你们慢慢吃吧 你们两个先聊着 我去陪奶奶 莉莉 莉莉 meets你 我去旅行 谢谢你 让我襟 在海里 如果你要跟我说合作的事 我是不会再考虑了 为什么 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奶奶一定不会跟郑派合作的 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 我只有知道原因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件事情 算了 今天很开心 不说这个了 对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聊一些开心的话题 开始了 什么 跟我来 你看 真好看 月泉石 人们说啊 在月泉石这天 对着月亮许愿 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真的吗 那我要许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我希望奶奶身体健康 永远可以和我一起做香水 第二个 希望我做的香水大家都喜欢 心里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上 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 让我封闭了那么久的心灵 再次敞开 让我机械一般的生活有了生气 我第一次觉得 其实老天爷对我不错 让我认识你 替我驱赶所有的伤痛 奶奶 我说对了吧 这个断天朗就是比丁还好 我不看好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我要为你夹起一套爱的心情 奶奶 你怎么办 很紧张 怎么那么快啊 其实我比你更紧张 我担心爱 你会一巴掌拍下来 我帮你把你喜的愿望 全都放在这个小瓶子里 只要你一直带着它 你的愿望 就会实现 谢谢你 来得很好 奶奶 您怎么坐这儿啊 走 跟我进去吧 天朗 我在这儿等你呢 等我 有什么事吗 天朗啊 来 我要跟你谈谈 来 奶奶 到底什么事啊 搞得这么神秘 天朗啊 要是传心的 那又开始 都发现了 我受伤心的 怕 那孩子 借了 最后 对 您 只要你们超过这个普通朋友的关系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们家也不会同意的 再说 还有丁海的关系呢 丁海和清零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她是你姐夫的前妻呀 这一点我知道 奶奶 我们家里那边 您放心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去接受清零 我会保护清零 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的 你们家就是同意了 我也不会同意的 天哪 这世上好女孩多的是 你怎么就盯上 还有个世上清零只有一个 我只要清零 奶奶 关于清零 我已考虑了很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她吸引的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她 以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跟清零会有什么结合 结果 只觉得 能跟她成为朋友 就已经很不错了 即便是现在 我也不急于让她接受我 如果我的努力 能够让清零喜欢上我的话 奶奶 不要努力了 这不可能 不 我会证明给您看 我是真心爱清零的 好 好了 天狼 我的意思啊 你也都明白 我走了啊 快回去吧 真是造化路人了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奶奶说得对 清零是定海的前妻 这样的关系 怎么能得到家人的赞同呢 可是 清零真的让我有了爱的感觉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是 命中注定的一样 不行 我不能这么自私 如果清零真的跟我在一起 那她要如何面对丁海 面对血清呢 我 相信我妈一定会喜欢你 一定会接受你的 我到底做错了谁呢 清零是上天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保佑 没有什么比真爱更可贵 更重要的 在真正的爱情与情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帮你把你洗的愿望 全都放在这个小瓶子里 只要你一直带着它 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傻瓜 只要把梦想装进香水瓶里 梦想就会实现吗 她真的够引雪晶的老公了 对不起 南阿姨 我帮不了天狼和雪晶 只能告诉你 让你来想办法了 这个女孩子也太不要脸了 天狼 化工厂的试生产情况怎么样 产品都合格了 完全可以投入生产 爸 我想再加一条香水生产线 那后续销售能跟上吗 正台百货设立专柜是最主要的销售方式 当然 会配合酒店用箱作为宣传 另外呢 我想在酒店的卖场也设立专柜 配合香氛产品一起销售 那你做个计划书 绝密一点 董事会上讨论一下 问题不大 好 你要生产花清零研制的香水 谁研制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不能赚钱 果然是的 谁啊 一个合作商 爸 酒店的香氛配方就是那边提供的 翻向特别好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这个香水带来的效果 好啊 爸 这个任务 雪芹 你那个婚纱什么时候要试来着 关你什么事啊 少操心 我们把你甩给丁海 我们就不操心了 我们把你甩给丁海我们就不操心了 行了 来 吃 清零 好看 这裙子简直太鲜了 真的吗 去把合同钱了 顺便把断天狼迷倒 胡说什么呢 莉莉 胡说什么呢 以后别总把清零和天狼往一块扯啊 清零啊 啊 签完合同就赶紧回来啊 奶奶 要不 还是你去签吧 我怎么想还是有点紧张 合同都已经研究过了嘛 你没有问题的 话谱的事情早晚都要交给你来处理 你也要学会独当一面 奶奶 不是还有你吗 那奶奶要是不在呢 奶奶 哎呦 没事 奶奶也要学着像其他老人那样 出去旅游什么的呀 就是 快去吧 快快快去吧 那 那我去了 去走走 去吧 没问题 佳音啊 记得我说了什么 清零 别没出息 这里你都来了多少次了 怕什么 签合同 拿定金 马上就让奶奶去旅游 走 走啊 我叫你走啊 喂 你好 你是哪位啊 你在哪儿 我在 我在正太酒店门口 真是莫名其妙 你好 请问是清零小姐吗 是 我是 这边请 段天狼已经知道我来了 请 段夫人 人到了 你帮我拿一杯咖啡吧 哎 好的 是您找我啊 坐吧 我 我 他 我 他 我 我 你 还 你 他 他 是 你穿成這樣 給誰看呢 我穿裙子怎麼了 既然你沒有父母教 那我今天就教一教育你 記得按時出庭 什麼意思啊 你自己做的事情 要承擔復活 這是我蒐集的證據 以前碰瓷片錢 你居然讓天朗單獨開出一條 香水生產線給你 我要告你故意傷害 何妻戰 我 段夫人 您的咖啡 給這位小姐吧 你居然敢遲到 你居然敢遲到 我可能不會有所謂的 你居然裡頭 我還是從大便上 你要不要下居然 因此那裡香港都在俱約 我來吃一個食物 你居然會好的 我不是因為我 我不是太吃你 我的天啊 你居然會說 请进 对不起啊 我 我来晚了 女人迟到五分钟很正常 我可是个大度的男人 请坐 合同 我已经叫吴秘书准备好了 合同的事 对不起 我不签了 又怎么了 放心 话我还是会照送 只不过香水的事 我想自己做 为什么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不用再劝我了 以后也不要到花圃找我 或者是给我打电话 不然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再见 当心连朋友都做不成 scriptures 看他那些时候 这都是宁昔的事 不然成为是 您躺在这儿 什么呢 比如说 确实兵 对不起 主事 对不起 就是 我们可以打听 要抓紧 我知道 其实这项目稳扎稳打 不是更好吗 你什么时候 开始对做生意感兴趣了 我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吧 小姐 你吃点什么 我帮你啊 是你吧 什么是我呀 刚刚天老说的 香水生产线的事情 是你干的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最近跟丁海关系怎么样啊 这话题你不回答我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不过谢谢你 雪芹 其实我不 放心 我是不会让爸和天王知道的 不过你也别误过 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统一战线了 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统一战线了 也不为你 那是宙爱的 也不得了 我现在实际上 也不觉得要是你 你这不肯定要是你 就算是你 像是你 那么想 接到你电话我都快乐风了 昨天到现在 你都还没吃东西 天老要跟你前妻合作香水 什么 没想到他还有这个能呢 别生气 对孩子不好 我就是看不了他咸鱼翻身 我能为你做什么 给你个机会 证明你对我的感情 我会证明给你看他 破坏他跟其他人的合作 让你前妻的香水永远无法生长 如果做不到 我们结婚的事就当没有过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丁海 是郑泰集团段雪芹的未婚夫 我今天的身份 是郑泰集团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郑泰化工厂已经启动生产了 最近 我们跟庆伦花谱签订了香水生产额约 本来 由徐庆伦和清零制造的香水 是由我们来生产 但是最近由于他们单方面的混约 使我们郑泰集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 丁先生 有话你就直说吧 我们郑泰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 像这种不守行规不守信用的合作商 我们绝对是坚决抵制 也希望各位同行 不要蒙受欺骗和损失 谢谢郑泰的提醒 我们经商主要讲的是诚信 我们可不能跟这样的合作方联手 我也支持郑泰集团的决定 抵制这种行业歪风 精灵 你来这儿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我是来道歉的 你又想干什么 那天的派对上 我态度不好 误会你了 我自己胡言乱语 我也很懊恼 做不成夫妻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 分手的时候我说 我对你有家人的感情 就算分开了 我还是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的记性可真好 说过的话都记得了 对了 我听说你的新香水已经研制完成了 恭喜你啊 这些话电话里就可以说 我是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在杂志社收集了一些 可合作企业的资料 如果你需要的话 不用了 等一下 这个你收下 这个你收下 这是什么 里面是二十万 替我还给奶奶 帮我谢谢她 还有这个 什么东西啊 我听说你不跟段天朗合作信心相水了 现在你需要很大量的资金 凭你手头那点钱 恐怕是完成不了的 这些是本地几家中小型化工厂的资料 你可以从里面参考挑选 你这么帮我 就不怕段雪晴吃醋吗 我帮你不需要经过段雪晴的存意 我说过你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你好 就算是为了奶奶 你收下吧 谢谢 抱歉 现在我们工厂已经不生产这个香水了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吧 那谢谢了 不客气 我们老板说了 你这款香水暂时不生产 我们不打算生产香水 麒麟 怎么样 通过了吗 你是想说 喂 你好 我是 真的吗 行行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厉害太好了 终于有人愿意跟我合作了 真的 我得赶紧告诉奶奶去 等等 奶奶出去了 去哪了 她没说 好了好了 你快去吧 行 我赶快准备样品去 你 钱老板 怎么样 味道不错 测试流香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 流香大概在七到九个小时之间 那这就算是高档香水了 钱老板 你果然识货啊 那您考虑一下怎么样 愿意跟我们合作吗 秦林小姐 我不是故意为难你啊 这款香水如果上市销售 要是情况不理想 我找谁去呢 你找我啊 我会负责到底的 那究竟能不能像你说得那么好 现在市场仅仅是未知数 我要是贸然投产的话 这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这真没办法跟你合作呀 可是钱老板 你想啊 这做生意都要有风险的呀 而且我特别有诚意 真的很想跟您合作 要不然这样吧 你给我交五十万保证金 香水上市如果销售不好的话 我们风险供单 如果这香水上市销售能够像你说得那么好 那另外我再给你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的分红 你看怎么样 可是这五十万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多 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这骗钱的可能性就更大 清零小姐 不是我说你 这香水你拿回去吧 我真没法和你合作 钱老板 我是真的很有诚意 而且我们的产品又这么好 你要不就考虑考虑 给我一次机会 清零小姐 你跟我合作 你得让我安心是不是 这五十万只是保证金 如果香水上市之后 销售像你说得那么好 我会全数退还给你的 你也再考虑考虑吧 你好 我是钱老板助理 什么 还要追加生产 行为要追加多少 好的 厂长 广州经销商那边来电话 说要我们追加生产 一百箱桂花位的汽车清新器 好 那你马上通知工厂那边 好的 钱老板 那这样 给我两天时间 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对 那我先走了 生产一百箱桂花位的汽车清新器 我给你时间考虑考虑 对 桂花位的汽车清新器 好 怎么了 就算加上丁海还回那二十万 还凑不齐三十万呢 奶奶 要不 我 我们把那个房子抵押了吧 你看 那花铺虽然是我们租的 但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呀 还有房器 我们要不就把那个房子抵押了试试 肯定不行 这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还得了 不行不行 可是 我看这个钱老板啊 还挺懂行的 我一给他闻出狱啊 他就说是好东西 清灵 你为什么会拒绝天狼呢 哎呀 他们家呀 都麻烦 要不是有合同约束 我连花都不给他们家里送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段家人 你看见谁了 就是他姐姐什么的吧 吃饭 你呀 别愁眉苦脸的了 搞得我心情都不好 奶奶 奶奶不让我和钱老板合作 说是怕被骗 可是像我这样的 人家厂家也不愿意跟我合作 我跟你说吧 你的事是奶奶想多了 我跟你说 这些资料都是丁海拜托 长青去整理的 而且那些厂家 都跟杂志社有过合作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想想 那五十万怎么能够凑齐 谢谢您 奶奶你回来了 刚回来 什么事啊 紧张细细的 没有啊 奶奶 那你回屋休息吧 好 有什么事就跟奶奶说啊 吓死我了 就靠你了 有人吗 开下门 有人吗 里面有没有人啊 你找谁 我找钱老板 他在吗 这家工厂倒闭了 钱老板携款逃跑了 你们是不是也被骗了呀 不可能啊 我前两天才在这里面签的约 是啊 是啊 你们赶快去报警吧 昨天公安局和工商局的人 都来了 都来了 你看看封条都贴上了 你看看封条都贴上了 她还有个本事 你一个人 计划 赶快走 を 今日 就可以 oco 你 你怎么打人啊 你干的好事 不是 我干什么了 你敢跟丁凯勾结陷害清零是吧 还利用不知情的我当中间人 你让我以后怎么去见清零 奶奶是有个三长两短 咱俩就离婚 不是 你先等会儿 你刚才说的话 我一句都没有听懂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拿那些资料都是假的 是骗子 我花补的钱都被你骗光了 奶奶现在受不了打击 已经住院了 不可能 我提供的那些厂家的资料 都是我亲自去调查过的 不可能有假 拿出证据来 丁凯 你今天最好把话给我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给你的那些资料里边 根本就没有一个性钱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小子我了解 我老婆现在要和我离婚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我不过是找了两个厂家资料 跟你的那些资料一起给她的 我这也算搞鬼 丁海你就是一个混蛋 你知道吗 那个姓钱的厂长 他就是个骗子 他现在骗了清零五十万 许奶奶受不住打击 住院了 知道吗 他骗了清零五十万 还想赖账是吗 我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赖什么账啊 清零真够稳的 想帮他都帮不成 你这个人渣 你这混蛋 你瞎说也太狠了吧 这心情也太狠了 不过也算是碎了血腥的心愿 跟奶奶生活了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 奶奶身体原来这么差 老年痴呆 都怪我 都怪我把奶奶气成这样 清零啊 你别这样 这件事不怪你 都怪我不好 是我说话不负责任 害你相信了一个姓钱的 对不起啊 清零 是我害了你跟奶奶 我该怎么办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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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怎么了 医生 医生 奶奶 等一下医生 马上就来了 医生 你快看看我奶奶怎么了 并就 leider 还给你们带那一易 虽然那就 ḥḥḭḜḜḜḜ ḜḨḜḨḚḜḜ 奶奶 放松 没事的 麒麟 谁的电话 是法院的传唤电话 叫你十八号准时出庭 法院 你怎么惹上官司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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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惹上官司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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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满意吗 画面还不错 还不走 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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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